新竹新普赛市农家飘香 每年中秋节全后 在新竹县的新普镇汉坑里 饰饼工坊纷纷开始忙碌 黄澄澄的饰子在广场上一致排开 变成了新普最迷人的秋日风景 以传统古法制作的饰饼 是运用当季刚产下来的饰子 先去除果地再削皮 一个个摆上盐筛 为了消除色味增添口感 会先在炭烤室内烘烤 然后便逐一来到架上 接受阳光的洗礼 饰子鲜艳的色彩在制造下 显得十分动人 不论从高处俯瞰 或是在架子底下仰望 都能欣赏光灵之美 要做出好吃的饰饼除了要每天赛 还必须反复地揉捏 才能逐渐成型并去除水分 历经六七天以上的时间 风味绝佳的饰饼才会诞生 成为可口的点心 饰饼除了有不同品种 也有透过干燥手法 在饰饼表面形成葡萄糖结晶的饰双饼 饰饼加工过程中销料的果皮 组成之后可以用来做饰染 同样是在阳光下逐渐成型 花样繁复颜色优美的饰染工艺 近年也成为新浦另一项特色 游客也可以顺道逛逛镇上的古迹 品味新浦小镇的淳朴韵味 动新闻新竹报导 付出品 本集黄的生产品 Press 原词